大家好,我是時光泊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週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Follow我們 你的Like和Follow是我們製作這些影片最大的動力 可能很多標迷的朋友都聽過Chrono24這個網站 因為他們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一個網上 中標買賣的平台 每個月他們的實質用戶都超過一千萬 今次在GENEVA參加這個標展 很開心有機會和Chrono24的創辦人 原籍CEO和主要股東之一的Tim Strucker 做了一個訪問 其實這個完全是一個數學的問題 因為今天的二手市場大概是新標市場的一半 即以銷售額來計算 新標市場每一年的增長大概是2%至4% 而二手市場在過去的5-7年裡 平均每一年是增長12% 所以他覺得大概在7-8年之後 二手市場就會和新標市場在銷售額上 基本上是會看齊的 Mr.Strucker就說 其實我們對拍賣行 或者所有參與二手中標買賣的朋友 他的看法是一致的 他說Chrono24在100多個國家 有三千多個賣家在香港平台上參與 而這些賣家有很多本身 都是有他們自己的網站 甚至有些是有他們自己的店舖 所以他說其實Chrono24和這些參與者 都在爭取同一批的賣家 這類型的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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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一個公司 或是一個公司 和同樣的同樣 所以我們甚至叫他們朋友們 在最後 我們總之間 我們總是很開心 如果人們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 買更多賣光 我認為 我們最大的挑戰 是在家裡 不穿他們 不使用他們 不賣他們 他估計今天 絕對不少於 橫體數字很大 三千五百到四千億的歐元價值 的中標 是在標主的手上 而且每年還有 三百六十到三百八十億 歐元的新標 不停賣出 而這些中標 有部份 還是每年都在增值 在過去的十年裏 我們看到一些品牌 其中一些型號 他們的價錢 有一些很誇張的程度上升 我們就問他 究竟他認為 什麼原因 是導致這個現狀 Mr.Sucker 就說 他說這個情況 可能有幾個不同的原因 不過他認為最主要 都是那個供求的問題 他認為 一些價錢增加 價錢增加 會吸引了很多 興趣 然後更多人 會進入遊戲 購買 但是 它是限制的 高級中標的供應量 確實受到影響 所以 他們就追到 碗錶 去到今天的價格 他再補充說 消費者 一般來說 對一些非集團擁有的品牌 他們在控制的產量方面 是比較有信心的 他認為 這些非集團擁有的品牌 比較珍惜羽毛 就不會因為市場的突然增加的需求量 而去大量生產 所以 我們看到 好像Rolex 好像Pactaphilip 好像Aldemus Pierre Gate 這些獨立的品牌 他們往往更加受到追捧 近年 有個別的其他獨立品牌 例如 好像Richard Mill 好像F Bichon 也都加入了受追捧的對象 一般來說 市場需要大概十年左右的時間 去觀察這些品牌 然後才可以對他們建立信心 跟Mr.Sharko做訪問 我學了很多東西 尤其是我得到很多市場的資訊 但對我來說 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Mr.Sharko提過的 透明度和公平性的重要 還有我覺得 CORONO24之所以這麼成功 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是Mr.Sharko是不怕競爭 以及非常勇於面對競爭 好了 今星期的一周表示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